这难道又是跨越种族的爱情吗 鸭子竟然喜欢上了狗狗 无论狗狗跑到哪里 鸭子都一直追随在狗狗的后面 但两腿的鸭子始终跑不过四只腿的狗狗 经常因跑得太快而摔倒在地 鸭子觉得跑不过就用翅膀飞吧 最终勉强追上狗狗 但狗狗并不接受鸭子的爱情 因为它已经有自己的孩子 但鸭子并不死心 每天都会待在狗妈妈的身边 狗妈妈最终无奈只能对鸭子动粗把它打了出去 但狗妈妈很快就被主人给批评了 主人说要是你欺负鸭子 就不给你食物吃 狗妈妈此时的表情就像你手机里第五个表情包 鸭子为了追求狗妈妈 不管是精神上还是肉体上都被伤得伤痕累累 主人为了供鸭子能够正确地性取向 把它跟母鸭子放在了一起 但是当母鸭一靠近鸭子时 鸭子却害怕地躲开了 当鸭子看到狗妈妈的时候 爱情的力量让它飞出了围栏 马上跑过去站在自己女神的身旁 由于鸭子经常追随着狗狗 导致它的脚底都已经被磨烂了 主人为此特地给它买了一双新鞋 狗妈妈对鸭子的鞋子好像很感兴趣 鸭子有了这双新鞋的助力 让它可以在恋爱的路上不再受伤 你们觉得最终狗妈妈会接受鸭子的是爱吗 认为接受的扣888 不接受的扣666 我们下期再见